取出鏡為中華代表隊 奪下今年仁川亞運的第一面金牌後 郭信淳昨天卻與獎牌擦身而過 但是我們還有一位 備受矚目的舉重好手 那就是二零一三亞洲舉重錦標賽的 金牌得主林子祺 緊接著在女子六十三公斤量級登場 希望能再幫台灣奪一面獎牌 林子祺果然相當霸氣 在抓局的第一局就挑戰一百一十公斤 Easy 儘管在第二次 嘗試一百一十五公斤時意外失手 反而被中國好手鄧薇抄前 但是我們的秘密武器林子祺 臉上卻不見一點點擔心的表情 第三把挑戰一百一十六公斤 一百一十六公斤抓局 成功抓起來 沒有問題 一舉追平亞運記錄 現在就要看鄧薇能不能比照辦理啦 結果很可惜失敗 第一部分的抓舉結束 中華隊林子祺以一公斤位居領先 如果想要奪牌的話 勢必得在停舉部分再往上撐 沒想到年僅二十一歲的鄧薇要來超車 在停舉的第一把就一百四十一公斤 來個下馬薇 林子祺這邊還是選擇挑戰一百四十公斤 穩定 我們恭喜他 子晴沒有問題 我們林子祺現在已經平亞運了 但是他的第二把 一四三 這可是世界紀錄啊 你確定 要求一四四嘛 好 沒有問題 起來非常的輕鬆 很輕鬆 子晴的一百四十三公斤 OMG 林子祺在停舉的第二把 就平了世界紀錄 不過這卻激起了鄧薇的鬥志 姑娘我第二把要來挑戰一百四十四公斤 上來了 但是很抖 失敗 再試一次 上來了 還是很抖 但是鄧薇用盡全力 啊 成功 不過看樣子他似乎已經到了極限 下場時還一度腿軟 必須要由教練攀扶才能走 這個時候就要看林子祺的最後一把 Ladies and Gentlemen 不是一百四十四 是比一百四十四多一公斤的一百四十五公斤 能不能來個絕殺勒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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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林子祺 來自中華隊來自台灣的優秀選手 一百四十五公斤 打破了庭舉 還有TOTAL 也是新的一個世界紀錄 我們公 Oh yes 林子祺 台灣的驕傲 不但庭舉一百一十六公斤 追平女子六十三公斤的押韻紀錄 總成績兩百六十一公斤 更是刷新世界紀錄 林子祺你創造歷史了 我們再來看一次 再來看一次這歷史 死性的一刻 林子祺在停 站上頒獎台的那一刻 熟悉的中華民國國歌再度響起 向來給人冷酷印象的林子祺 終於露出笑容 眼眶也似乎泛著淚光 而這一幕 也讓電視器前的觀眾朋友 為之動容 中號隊在人傳亞運的第二面金牌 正式出爐 包括像幫他加油 回來 尼文新聞 中條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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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